法務委員會 現在繼續開會 在進行討論事項之前 先處理各黨團變更議程之提案 並截止收案 我們依提案先後順序來處理 現在處理時代力量黨團提議 變更議程共9案 先進行第一案 請議事人員宣讀提案內容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九屆第五會期 第六次院會見請變更議程 曾立委討論事項第一案內容如下 行政院行情選議集會有刑法修正草案 委員鄭麗君等35人擬據 集會有刑法修正草案 委員陳廷菲等23人 委員蘇智芬等18人分別擬據 集會有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林書芬等20人 委員陳敏文等21人分別擬廢紙 集會有刑法案 宣讀完畢 請問委員會對本案有意 有意我們就進行表決 按領7分鐘 並請同仁開始分發表決卡 請按領 請問選擇 請問逢 請問候選擇 請問候選擇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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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帝立議員 出席64人,贊成5人 反對54人,棄權5人 贊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 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 提议变更议程第二案 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 请议委员对本案有意义 有意义我们就进行表决 现在有民进党党团 实在力量党团要求金铭表决 金铭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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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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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委员会对本案有意 有意我们就进行表决 民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 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高路移用委员声明对刚才之表决 与时代力量党团一间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 中文字幕团一样 表決結果 出席64人 贊成5人 反對56人 棄權3人 贊成者少數 本案不通過 現在處理時代力量黨團 提議變更議程第五案 請議事人員宣讀提議內容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 針對第九屆第五會期第六次院會見 請變更議程將下表鎖鏈式提案 時代力量黨團 領居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至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自內政委員會抽出禁服惡讀 並交付黨團協商 宣讀完畢 請議員會對本案有意義 我們進行表決 民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 要求記名表決 精明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喊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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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表结结果出席64人赞成5人反对56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 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六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六次院会见检编根议程将校表锁链身体案 时代力量党团理据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协议处理条例 则案案自内政委会所出境复恶毒并交付党团协商 宣读完毕 请问委员会对本案有意我们进行表决 民党团实在力量党团要求敬明表决 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完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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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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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明明 感谢观看 观看 明明明 感谢观看 第三项 明明明 感谢观看 错误导致航空器实施或重大意外事件 四 与其使用体格检查及格证或检定证 六 填写不实记录或许报废信时间 六 冒名底地或委托他人 代为签证各项证书记录或文件 七 航空器发射飞航安 使用相关事件后故意引力不报 八 利用检定证从事非法行为 九 因代乎业务而导致重大事件 十 擅自允许他人代行指派之职务 而导致重大事件 十 一 擅自图给或介于他人使用检定证 航空人员有下列情形追议者的约翼警告 处新台并6万元上30万元下返回或停止职业 一个月至三个月并命期限期改善 既其外改善者等案次处罚 情节重大折费指其检定证 一 维本一第九条追议第二项锁定规则 有关航空产品与其各项装备 零组件之室航维修签证记录年限管制或维修管理之规定 二 维本一第二十三条第二项锁定规则 有关维修厂首次维护介入签证或工作人员资格制规定 三 维本第二十条定项规定 位于职业室随身膝带检定证 四 维本第二十六条定项规定 位于职业室随身膝带体格检查及格证 五 维本第三十八条定项或第二项规定 航空禁语飞航式应具备至文书不全 六 维本第一十一条定项规定 位于遵守飞航管制或飞航管制机构指示 其维本一第四十一条 这一定要享用锁定规则 有关航空器飞航作业飞航准备 飞航实现规定航空器性能操作限制 航空器仪表装备与文件 航空器通信与航行装备 航空器维护飞航组员作业 驾驶员资格限述 先派员手册表录以记录 客舱组员或保安局规定 八 解定证应叫嚣而不叫嚣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112条 第112条 航空技术员使用人 民用航空运输业 普通航空业 航空货运传来业 航空战地勤业 空除业 航空货物及三站经营业 航空站经营人 飞航场经营人 管理人 或民用航空人员训练机构 有效率进行之一者 处新台并60万云上 300万云加返婚 请节重当者民航局 得报警交通部可准后 停止其营业制一部 或全部或废止其许可 以航空进行国籍标志 及登记号码不明 或不依规定地位标明 二 违本第40条 第一项规定 去航空进行维护作业 三 规避防疫或拒绝 一 第56条第二项规定 去检查 四 违本第58条之一 第一项规定 未经许可实施联营 五 违本第64条之一 第一项规定 而为个别揽客行为 六 其他一本法 应接受检查或陷阱改善事项 而规避防疫或拒绝检查 或借机未改善者 航空技术 然使用人 民用航空运输业 普通航空业 航空过运全缆业 航空战地警业 空除业 航空库及三站经营业 航空战经营人 飞行厂经营人 管理人 或民用航空人员训练 机构有下列警示之一者 得运营警告或处星台北 60万云上 300万云下罚昏 并命及陷阱改善 阶级外改善者的案子处罚 情节重大转民航取得 报警交通部合纸后 停止请营业之一步 或全部或废止 其许可 以单机证书或设航证出 及依据本法所发 其他证书 应缴消而不缴消 而违反地球条 之一 定项锁定规则 有关的航空器权品 与其各项装备 零组件之 设航维修 签证记录 年限管制 或维修管理职规定 维本一第27条 第三项锁定规则 有关民用航空人员训练机构 招职招生程序 训练人员设计资格 训练课程 训练设施与设备 教师资格 或训练管理职规定 此维本第41条 第一项规定 未遵守飞航管制 或飞航管制机构准事 五维本一第41条 之一 第二项锁定规则 有关航空机飞航作业 飞航准备飞航实现规分 航空机性能操作 限制航空机仪表 装备有文件 航空机通信与航行装备 航空机维护 飞航组员作业 驾驶员资格限制 接派员首次表录以记录 客舱组员或保安制规定 六维本一第41条 之二锁定规则 有关飞航安全 相关事件通报作业 设想制规定 其部尊照噪音管制规定 八维本第48条 第三项规定 为依核准之停业或结束 营业计划执行 九维本第55条 第一项规定 客户运驾之定定及变更 未以报警备偿或核准 十维本第56条 第一项规定 为案即宣报 营运财务行物金物 或股本3%以上 股票自由者之表报 十一 维本第58条 规定为宣报增减资本 发行公司在租借 相继运送与代理短契约 或主要行物与金物设备 之变更或迁移 许按维本1第63条 之一定锁定规则 有关航线转定 或终止之规定 未经许可 则从事 民用航空运输业 普通航空业 航空货运传来业 空除业 航空战地请业 航空货物集散 转经营业 或民用航空人员训练 机构之业务 及制造销售航空产品 与其各项装备 及零组件者 处新台北60万元 以上300万元相发欢 民用航空运输业 未遇第48条 第三项规定 专行停业 或结束营业者 处新台北60万元 以上300万元相发欢 并由民航局报警 交通部废止 其许可后 逐销期许可证 并通知有关机关 废止其登记 民用航空运输业 负责执行业务 未遇第48条 第三项规定 申请停业 或结束营业 或未遇核准 停业 或结束营业 计划执行者 处新台北60万元 以上1200万元相发欢 宣读外币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委员郑保卿等提案 第112条之9 不予增定 请宣读第118条之1 第118条之1 遥控无人机之 所有人或操作者 有下列情绪追忆者 由民航局废止其操作者 并处新台北30万元 以上150万元相发欢 并得没入遥控无人机 以违反第99条之13 第一项规定 于禁航区 禁航区及航空站 或飞行场四周 至一定距离范围内 从事飞航活动 而违反第99条之14 第一项抵款规定 于距水面或水面高度 400时从事飞航活动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 增定第118条之2 第118条之2 遥控无人机之 所有人或操作人 有下列前世之一者 禁止其活动 并处新台北6万元 以上30万元相发欢 请接受纳水 并得没入遥控无人机 以违反第99条之10 第二项规定 为领友操作证 而操作遥控无人机 而违反第99条之15 第三项规定 为同保或 为足额同保 执政保险而 从事遥控无人机活动 遥控无人机之 所有人或操作人 有下列前世之一者 并禁止其活动 并处新台北3万元 以上15万元相发欢 请接受纳水并得没入遥控无人机 以违反第99条之10 第一项有关遥控无人机注册 或标明注册号码之规定 二 违反第99条之13 第二项有关之下 是县税政府公告之区域 时间及其他管理事项之规定 三 违反第99条之14 第一项电换之第10款 有关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 应遵守之规定 本条规定之主罚除 同时违反第99条之13 第一项或第99条之14 第一项第一款由民航局处罚外 由直辖市县市政府处罚之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增定第118条之3 第118条之3 违反异地99条之17 锁定规则有关 社评识别检验认可维修 与检查飞航活动之活动许可及内容 制造者与进口者之登陆及责任 飞航安全相关事件之通报等事项规定者 禁止其活动并除新台币1万元 以上150万元相还婚 请结束纳者并得没入遥控无人机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委员李坤泽等提案第118条之4 不予增定 请宣读第119条之2 第119条之2 于航空器自所内心严者 除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相还婚 于航空器上有效率前世之一者 除新台币1万元以上5万元相还婚 以不遵守机长为维护航空器上 正续及安全之指示 而使用含酒精饮料或药物 至违黑航空器上秩序 三 于航空器厕所外之区域吸烟 四 甚至阻止真烟器 或无故操作其他安全装置 前二项由航空警察局处罚之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委员郑保卿等提案第119条之5 不予增定 请宣读增定第121条之1 第121条之1 自本法中华民国107年4月3日 修正之条文实行日期 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 有关航空运输事业之规定 不再实用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123条 第123条 本法中华民国107年4月3日 修正之第99条之9 至第99条之19 及第118条之1 至第118条之3 至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局外 自公共末日施行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报院会 全案经过二读 休息三分钟 休息之后 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七案 现在休息 休息三分钟 报院会现在继续开会 讨论事项第七案 现有民进党党团 提议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 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二条 本法用词定义如像 以航空系指任何借空气之反租用力 而非借空气对地球表面之反租用力 得以飞航与大气中之器物 而航空站指具备 供航空系装卸客户之设施与装备 及用于航空系起降活动之区域 三 飞航指飞航机之起飞航行降落 及起飞前降落后 所需在航空站飞行场之划行 四 航空人员指航空系驾驶员 飞航工程师 航空系维修工程师 飞航管制员 维修员及航空系牵牌员 五 飞行场指用于航空系起降活动之水陆区域 六 驻航设备指辅助飞航通信 气象无线电导航 木设驻航及其他用以引导航空系安全 飞航支设备 七航路指经民用航空局指定于空中 以通道形式设立至管制空域 八 八 特种飞航指航空系式特计飞航 于线或故障维护及运动等 经核准制单次飞航活动 九 飞航管制机构为防止航空系件 航空系与障碍物件 与航空站跑滑道滑行之碰撞 及加速飞航流量并保持有序飞航 所提供支付物 使机场 只有航空系所有人或使用人指配 与飞航时负责或指挥复 付航空系作业及安全责任之驾驶员 十一 民用航空运输业 只以航空系直接在运营客户邮件 取得报酬之事业 十二 普通航空业 只以航空系经营民用航空运输业以外之 飞航业务而受报酬之事业 包括空中游览 監察 照册 消防 搜寻 救护 拖掉 喷洒 拖把 请勿 商务 专机及其他经核准制飞航业务 十三 航空货运传染业 只以自己之名义为他人之计算 使民用航空运输业运送航空货物及 非具有通信性质之国际贸易商业文件 的受报酬之事业 十四 航空战地情业 只于机品内从事航空系托役 导引 行李货物 参点装卸 机舱清洁 工球操作及其有关老物质事业 十五 空除业 只为提供航空机内餐饮或其他相关用品 而于机品内从事运送装卸之事业 十六 航空货物及三转经营业 只提供空运进口出口转运或转口货物及三 与驱出航空站管制局所需之通关仓储层所设备及服务而受报酬之事业 使其航空器实施 只自任何人为飞航目的钻上航空器实施 至所有人离开该航空器实施 或自遥控无人机为飞航目的启动推进系统准备移动实施 至飞航结束且推进系统关闭实施 与航空器宇宙中所发生的事故 直接对他人或航空器上之人 造成死亡或伤害 或使航空器遭受实施上损害或失踪 使办航空器重大意外事件 只自任何人为飞航目的钻上航空器实施 至所有人离开该航空器实施 或自遥控无人机为飞航目的启动推进系统准备移动实施 至飞航结束且推进系统关闭实施 发生于航空器宇宙硬坐中之事故 有造成航空器实施之余者 19航空器意外事件 只自任何人为飞航目的登上航空器实施 至所有人离开该航空器实施 或自遥控无人机为飞航目的启动推进系统准备移动实施 至飞航结束且推进系统关闭实施 与航空器运作中所发生除前二款以外之事故 二使超轻型载具 只具动力可载人并符合下列条件之固定义载具 动力滑舱机陀螺机 动力飞行散机 动力三角翼等航空器 一单一网副式发动机 二最大起飞重量不予600公斤 三含操作人之总组位数不予二个 四海平面高度标准搭气 其最大持续动力 在直条件下最大平飞速度 每小时不予222公里 五最大起飞重量下不使用高山立装 这只最大时速速度 每小时不予83公里 六螺旋桨之奖具因为固定式 或仅能于地面调整 但动力滑舱机之螺旋桨之奖具 因为固定式或自动顺奖式 其陀螺机之旋翼系统 因为双叶固定奖具 半关节机枪式 八是有机舱 则机舱因为不可加压式 九是有其螺架 则其螺枪因为固定装置 但动力滑舱机不在此线 二十亿非航安全相关事件 指航空器应运作中所发生之 航空器失事 航空器重大异味事件 航空性外事件 即非在运作中所发生之 地面安全事件 二十二航空产品 指航空器 航空器发动机及螺旋桨 二十三 自由航空器飞航活动 指以自由之航空器 从事飞引力去世飞航 二十四飞机 指以动力推动较空气 为重置航空器 其飞航顺利 这产生主要借空气动力反作用 于航空机之表面 二十五直升机 指交空气为重置航空器 其飞航顺利 这产生主要借由 一个或数个锤 这种动力悬翼所产生 直空气反作用力 二十六 遥控无人机 指次遥控设备 以信号列路进行飞航控制 或以自动驾驶操作 或其他监民航局公告制 无人航空器 二十七 飞航实现规认 指航空机架驶员 飞航工程师 或客层组员 从事飞航时之飞航时间 与封航 作业中之飞航 执行期间 执行期间通勤 调配待命 及休息时间等 疲劳管理所 作之相关限制或规定 第三十四条 占有人应防止其身处 飞鸽及鸟类 侵入航空站 飞行产或 驻航设备区域 对于侵入之身处 飞鸽及鸟类 显有危害 飞航安全者 航空站飞行产或 驻航设备之经营 仍管理人员 也捕上或确离之 其有侵入治愈者 并能在航空站或 飞行场四周 至一定距离范围内 采取适当措施 航空站或飞行场 四周 至一定距离范围内 禁止饲养飞鸽 或释放有碍 飞航安全之物体 但今民航区 核准者不在此线 前二项锁定 一定距离范围 由交通部会同 有关机关划定公告 于公告前 在该一定距离范围内 已存在之格设 其在公告锁定 期间内采迁者 由航空站或飞行场 经营人给予补偿 借其不迁 以或擅自载舍者 由航空站飞行场 之经营人 管理人会同航空警察局 强制拆除不予补偿 必要时 并得驾行有关机关 协助执行 前校锁定 各设拆接补偿 之申请 现场勘察 建架补偿机制发放 及其他应尊行事 这样之办法 由交通部顶之 释放之 有碍 飞航安全物体 由航空站飞行场 之经营人管理人 会同航空警察局 取缔之 必要时 并得驾行有关机关 协助执行 排除不予补偿 第四十条 设航阵数字航空器 其所有人或使用人 应对航空器为妥善之维护 并应于飞航前一规定 实行检查 保持其设航安全条件 如不设航 应停止飞航 检查员或机场认为 不设航时 一同 民航局应配与或委托 机关团体 指派合格人员 检查航空器所有人 或使用人之进入作业 航空器所有人 或使用 惹不得规避防御或拒绝 如航空机制 维护状况不合于 航安全条件者 应制止其飞航 并废止其试航证书 民用航空运输业 应按即将航空器 接领飞航时数 最近一次重大维修记录 及航空器驾驶员 飞航时数分布等资料 交由民航局公布 作为乘客选择之参考 第二项上委托者 这资格责任监督 及其航空器则行事 上知本法有交通不顶之 第41条之一 航空器所有人 或使用人应付 航空器飞航安全职责 并以本法或本法所发布之 法规命令 从事安全飞航作业 航空器飞航作业 飞航准备 飞航实现规分 航空器性能操作限制 航空器仪表 装备与文件 航空器通信与航行装备 航空器维护 飞航组员作业 驾驾驶员资格限制 接派员首次表格予计计论 客舱组员保安 及其他应尊行事项之规则 由交通不顶之 国际经验通用之 飞航标准 适宜于国内采用者 德经民航局核定后采用之 民航局应配员检查 航空器所有人 或使用人之航务作业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 不得规避防碍或拒绝 检查经过发现有缺失者 应通知航空器所有人 或使用人陷阱改善 其有下链进行追击者 应停止及飞航 以航空人员维持有效检定证 二航空器驾驶员 设立心理状态不适合飞航 三航空器时飞 对地面人员或残权 有力竟危险之余 第43条之三 航空器飞航中 任何人不得以聚光型 投射灯光 雷射光束照射航空器 但经民航局 核准之泰种飞航 或发射紧急 求救讯号不在此线 第44条 航空器飞航中 不得投擲任何物件 喷洒脱衣航空器 及其他物体或跳伞 但为飞航安全救助任务 或经民航局核准者 不在此线 第43条 经营民用航空运输业者 应申请民航局核转 交通部许可重设 并应在核定重设期期内 依法向有关机关办妥登记 自备航空器具有 因相关法规从事安全营运之能力 并经民航局完成营运规范 审查合格后 申请民航局核准交通部核准 如营业项目 包括国际运送业务者 并应先向海关办理登记 取得顺名文件 由民航局发给民用航空运输业 许可证实的营业 民用航空运输业 自民航局发给许可证之日 其余24个月未开业或开业后 停业余6个月者 由民航局报警 交通部废止期许可 并注销起许可证 并通知有关机关费 止期登记 但有正当理由 并以规定程序申请核准 延展者不在此线 民用航空运输业 应于停业或结束营业前 1第63条之一锁定规则 减复停业或结束营业计划 申请民航局核准交通部核准 并于核准之日起60日后 使得停业或结束营业 民用航空运输业 因于自结束营业 直至起30日内 将原领民用航空运输业 时可证缴 即期为缴缴时 由民航局进行公告注销 第二项核准延展期限 不得于6个月 并也一次猥胁 第49条之一 民用航空运输业 实收资本额达新台币20亿元者 应设置具公益性制独立董事 人数至少亿人 公益性独立董事 应报其交通部赔偿 并要使得要求更换之 其资格条件职权 及其他相关市场值办法 由交通部顶之 第58条之一 民用航空运输业 宣减联营时 应连续联营实施计划书 并减附有关文件 报警民航局核准交通部核准后 使得实施联营 交通部许可联营 使得附加条件 其限限制或负担 民用航空运输业 不依核定制计划 实施联营或核准 联营是由消灭 或联营事项有 为公共利益 或民航发展者 交通部的废止 许可变更许可内容 命令停止或改正联营行为 第一项之联营 如构成公平交易法 第14条正立和行为者 应先经公平交易委员会 许可 其联营许可审查办法 由交通部会同 公平交易委员会订之 第63条之一 民用航空运输业 制营业项目 资格条件之限制 筹设申请与 设立许可许可证实 申请登记 注销与换放 资本额公司 登记摄像机片 跟航空机制购买 付条件买卖 足用机零限制 航线仇办 航线转移或终止 停业或结束营业 飞航申请零 许可征照费 与包机申请费收取 营运管理 及其他应存行 事项之规则 由交通部顶之 第65条 第49条 第56条 第57条 第60条 第66条 第三项规定 于普通航空业转用之 第73条 第57条 第66条 第三项 第66条之一规定 于航空货物 集散站经营业转用之 第76条 第57条 第66条 第三项规定 于航空站地景业转用之 第77条 第57条 第66条 第三项 第74条 第74条之一 第75条规定 于空除业转用之 第99条 之八 第41条 第一项 第43条 第一项 第44条 本文 第98条 第99条规定 于超清型载具转用之 第九章 遥控无人机 第99条 之九 于建筑为开放空间 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 使用本章规定 遥控无人机 所有人或操作人 应付使用安全风险管理 及法规遵行的责任 遥控无人机 发生飞航安全相关事件后 其所有人或操作人 应通报民航局事件经过 第99条 这时 自然人所有之最弹 起飞重量 250公克以上 至遥控无人机 及政府机关公 学校或法人 所有之遥控无人机 应办理注册 并将注册号码 标明于遥控无人机 上写出之处 且一定重量 以上遥控无人机飞航 应据射频识别功能 下列遥控无人机 之操作人 应经测验合格 由民航局发给操作 针透时的操作 依政府机关公 学校或法人 所有之遥控无人机 而最大起备重量 达一定重量以上 是遥控无人机 三 其他近民航局公告者 第99条 自11 遥控无人机设计 制造改双 音效民航局 申请检验 检验合格者 发给遥控无人机 检验合格证 其次国外进口城 应经民航局检验 合格或认可 但应形式构造简单 且经民航局 核准获公告者 得免经检验或认可 前向遥控无人机设计 检验基准 由民航局定之 国际间通用技术规论 是与国内采用者 得经民航局 核定后采用之 第99条 自12 外国人 领有外国政府 是遥控无人机注册 操作及检验合格等 证明文件者 得向民航局 申请任务后 以本章之规定 从事飞航活动 第99条 自13 进航区 新航区 及航空站或 飞行场四周 至一定距离范围内 禁止从事 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 航空站或 飞行场四周 至一定距离范围 由民航局 公告之 前向范围外 距地表高度 不宇四百层之区域 由直辖市 县市政府 以公益及安全之需要 公告遥控 人机活动之区域 时间及其操管理事项 但相关中央 主管警官日 有禁止或 限制遥控无人机 飞行活动 这需要者 得提醒所在地 自直辖市 县市政府公告之 直辖市县市 政府应配合办理 政府机关 各国学校或法人 执行业务 需在第一项范围之区域 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 应申请民航局 会上目的事业 主管机关 同意后使得为之 政府机关 各国学校或法人 执行业务 需在第二项 公告之区域 时间及其他管理事项外 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 应申请直辖市县市 政府会上 相关中央主管 机关同意后使得为之 未经同意进入 第一项禁航区 限航区活动 是遥控无人机 由禁航区 限航区之管理人 采取适当措施 予以制止或排除 必要使得通知民航区 会同警察 机关取缔 未经同意进入 第一项航空站 后飞行场 四周至一定距离 以范围内活动之遥控无人机 由航空站飞行场 至经营人 管理人会同航空警察局取缔 必要使并得 翘行有关机关协助执行 未经同意 与第二项公告之区域 时间及其他管理事项外 活动之遥控无人机 由直辖市县市政府取缔 并要使得 翘行警察机关协助取缔 但未经同意进入 政府机关公告区域之 遥控无人机 政府机关公告 可采取适当措施 予以制止或排除 第99条至14 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行活动 应遵守项例规定 一遥控无人机飞行活动 至时机高度 不得于距地面或水面四百区 二不得以遥控无人机 投擲或分散任何物件 三不得装载 1第43条 第三项公告之危险物品 四一第99条 至17锁定规则 直操作限制 五不得以人群聚集或市外 即会游行商工活动 六不得以日落后 至日出前置时间飞行 七在牧师范围内操作 不得已除矫正机 变外之间航空 去延伸飞行作业距离 把操作人 不得在同一时间控制 二架上遥控无人机 操作人应随时监视 遥控无人机之飞行 及其作招状况 使应防止遥控无人机 与其他航空机 建筑物或障碍物 截警或碰撞 政府机关公共学校或法人 经检去有关文书 向民航区申请核准者 得不受其项第一款制第二款 管制规定之限制 前向政府机关公共学校或法人 从事和转制遥控无人机 配行活动前 应向民航区申请许可 其顺及第一项第五款制限制者 应先取得活动场地 知之假設縣市政府及相關中央主管機關之統一 第99條知識五 操作遙控無人機而至他人死生或損害 毀損他人財務時 不論故意或過失 遙控無人機所有人應付賠償責任 其因不可抗力所 甚至損害應負責 自遙控無人機上落下或同項物品 至身損害水一通 遙控無人機所有人 將其遙控無人機交由他人操作所 甚至損害由所有人及操作人付連帶賠償責任 政府機關共學校或法人 於一前條第3項從事活動前 應於第93條第一項鎖定辦法之損害賠償而投放責任保險 第99條知識六 政府機關會執行災害防救偵查調查 找證業務等法定職務 於第99條知識三 第一項公告之航空站或飛行場 四周至一定距離範圍內 或第二項公告之區域 時間及其他管理事項位 從事遙控無人機配行活動 監民航局同意者 不受該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制限制 政府機關會執行災害防救 偵查調查 矯正業務等法定職務 從事第99條知識四 第一項第二管治第8管治活動 監民航局同意者 不受該條第3項規定制限制 第99條知識七 遙控無人機制分類駐策銷 社評識別檢驗 認可維修與檢查 是非操作人員年齡限制 體格檢查與操作者 直發給飛行活動者申請資格 設備與核准程序 操作限制活動許可 費用收取 製造者與進行者之登陸及責任 飛行安全相關事件之處理 與通報及其他英尊形事項之規則 由交通部頂之 第99條知識八 遙控無人機制註冊 及驗證可及操作人員測驗等業務 民航局的委託機關 各個團體或個人辦理之 是委託者是資格責任 監督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判 由交通部頂之 第99條知識九 第99條規定於遙控無人機準用之 第101條 以強迫協迫或其他方法 違和飛行安全或其設施者 處清廉 向有些徒刑 去億或新台幣90萬餘相罰金 因而至航空禁或其他設施迴損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因而至人與此者 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至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歲份罰之 第110條之三 民用航空印書業負責任 執行業務位移第48條第三項規定停業或結束營業 或位移核准停業或結束營業計劃執行 至身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且請接受納者 處三年下有期徒刑 或更貨幣更新台幣 2000萬元以上2億元以上罰金 第1111條 航空人員有下列前置職役者 處新台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款 或停止職業一個月至三個月 請接受納者廢止其檢定證 1. 無故在航空站或飛行船以外地區降落或起飛 2. 違反第46條規定 航空機於起飛前降落後拒絕接受檢查 3. 因技術上錯誤 導致航空技術失或重大意外事件 4. 預期使用提供檢查及格證或檢定證 5. 填寫不捨記錄或許爆飛行時間 6. 莫名鼎鼎或委託他人代為 簽證個象徵書記錄或文書 7. 航空機發生飛航安全相關時間後 故隱引力不報 8. 利用檢定證從事非法行為 9. 因內戶業務而導致重大事件 10. 擅自允許他人代行指派之職務而導致重大事件 11. 擅自獨改或介於他人使用檢定證 航空人員有下列情勢之一者的御意警告 除CW6萬元以上31萬元以上 發揮並停止職業1個月至3個月 並命期限期改善 及其未改善者的安慈處罰 其接受納者廢除其檢定證 1. 違反役第九條之一第二項鎖定規則 有關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 零組件真實行維修簽證記錄 年限管制或維修管理之規定 2. 違反役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二項鎖定規則 有關維修廠首次維護記錄簽證或工作人員資格之規定 3. 違反役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位於職業時隨身現在檢定證 4. 違反役第六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位於職業時隨身現在體格檢查及格證 5. 違反役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航空機與飛航時應具備至文書不全 6. 違反役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為遵守飛航管制或飛航管制機構指示 其違反役第四十一條之一 六項鎖定規則 有關航空機飛航作業 飛航准分 飛航時限規分航空機性能操作限制 航空機儀表裝備與文件 航空機通信與航行裝備 航空機維護飛航組員作業 駕駛員資格限制 簽派員首次表格與記錄 客艙組員或保安制規定 8. 檢定證應繳修而不繳修 第一百十二條 航空機所有人使用 人民用航空運輸業 普通航空業 航空貨物承輪業 航空占地警業 工廚業 航空貨運集散 航空站經營業 航空站經營人 飛航經營人 管理人 或民用航空人員訓練機構 有下令警示之一者 處新线別60萬元 上300萬元相返婚 請結束納者民航局的報警 交通部核准後 停止情業制移步或全部 或廢止其許可 1. 航空機國際標誌 及登記號碼不明或不依規定地位標明 2. 違反第四十條 第一項規定是航空禁維護作業 3. 規避防疫或拒絕 1. 第五十六條 第二項規定是檢查 4. 違反第五十八條 第一項規定 未經許可實施連應 5. 違反第六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 而為個別欄客行為 6. 其他一本法 應接受檢查或限期改善事項額 規避防疫或拒絕 檢查或限期未改善者 航空機所有人使用 民用航空運輸業 普通航空業 航空貨運船輪業 航空站地勤業 空除業 航空貨運及散戰經營業 航空站經營人 飛行廠經營人 管理人或民用航空人員 訓練機構有下列警示指揮者 得約一警告或處 新海域六十萬雲上 三百萬雲下發歡 並命期限期改善 藉其未改善者的暗示處罰 請結束納者民航取得 報行交通部核准後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絕部 或廢止其許可 以單機證書或續航證書 及一局本法所發其他證書 因獎銷而不獎銷 二 違反一第九條 最一第二項鎖定規則 有關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装備 零組建築式航維修 簽證記錄年限管制 或維修管理之規定 三 違反一第二十七條 第三項鎖定規則 有關民用航空人員訓練機構 之招生程序 訓練人員之資格 訓練課程訓練 設施與設備 教訓資格或訓練管理之規定 四 違反第四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 為遵守飛航管制 或飛航管制機構指示 五 違反一第四十一條 之以第二項鎖定規則 有關航空機飛航作業 飛航準備 飛航實現規範 航空機性能操作限制 航空機儀表 裝備與文件 航空機通信與航行裝備 航空機維護 飛航組員作業 駕駛員資格限制 接派員手冊表格 以記錄 客艙組員或保安局規定 六 違反一第四十一條 這鎖定規則有關飛航安全 相關實現通報作業 事項之規定 七 不遵照噪音管制規定 八 違反第四十八條 第三項規定 為一核准之停業 或結束營業計畫執行 九 違反第五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 客貨運價值定定 即便更為報警備查或核准 十 違反第五十六條 第一項規定 為案情宣報 營運財務 航物 機物 或股本3%以上 股票持有者之表報 十 違反第五十八條規定 為宣報增減資本發行公司 在租建商機運送與代理等 契約或主要衡物與機物設備 至其變更或遷移 違反一第六十三條之一 鎖定規則 有關航線暫停或終止之規定 未經許可而從事民用航空移動業 普通航空業 航空貨運者能業 航空儲業 航空站地勤業 航空貨物集散專精營業 或民用航空人員訓練機構之業務 及製造銷售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 及零組件者 儲信臺幣60萬元以上 300萬元下發援 民用航空運輸業 為議第48條第三項規定 申請停業或結束營業者 儲信臺幣60萬元以上 300萬元下發援 並由民航局報警交通付費 直起許可後駐箱 及許可證 並通知有關機關費主席登記 民用航空運輸業 負責人主席業務 為議第48條第三項規定 申請停業或結束營業 或未一核准停業 或結束營業計畫 主席者 儲信臺幣60萬元上 1200萬元下發援 第118條之一 遙控無人機制 所有人或操作人 有下列情勢之一者 由民航局廢主席操作鎮 並處新臺幣30萬元上 150萬元下發援 並得默入遙控無人機 以維本第99到13地下規定 於進航區 信航區及航空站 或飛行場四周至一定距離範圍內 從事飛航活動 而維本第99條至14地下定款規定 於距地面或水面高度400吋 從事飛航活動 第118條之二 遙控無人機制 所有人或操作人 有下列情勢之一者 禁止其活動並處新臺幣 6萬元上30萬元下發援 請接受那者 並得默入遙控無人機 以違反第99條 真實第二項規定 為領有操作生兒 操作遙控無人機 而違反第99條真實 第三項規定 為同保或為阻而同保 責任保險而 從事遙控無人機活動 遙控無人機制 所有人或操作人 有下列情勢之一者 進入其活動 並處新臺幣3萬元上市 5萬元下發援 請接受那者 並得默入遙控無人機 以違反第99條 知識第一項 有關遙控無人機註冊 或標明註冊號碼之規定 而違反第99條 知識三 第二項 有關局限制縣市政府公告之區域 時間及其他管理市場之規定 三違反第99條 知識第一項 第二款之第十款 有關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 應遵守之規定 本條規定之處罰 除同時 違反第99條知識三 第一項 或第99條知識四 第一項 第一款油民航具處罰位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處罰之 第一百十八條知三 違反一第99條知識七 鎖定規則 有關社評識別 檢驗 證可維修與檢查 飛航活動之 活動許可及內容 製造者與進行者之 登陸及責任 飛航安全相關事件之通報 等事項規定者 禁止其活動 並除新台幣一百一萬元 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下發歡 請接受納者並得 沒入遙控無人機 第一百十九條知二 宇航公信廁所內襲 沿者除新台幣三萬元 上十五萬元下發歡 宇航公信廠 有下列前市追者 除新台幣一萬元 上五萬元下發歡 一不遵守機場位 維護航空氣喪秩序及安全之指示 二 使用含酒精飲料或藥物 至危害航空氣喪秩序 三 於航空氣喪秩序外之區域吸煙 四 甚至阻絕春煙氣 或無故操作其他安全裝置 前而上由航空警察局處罰之 第一百二十一條之一 自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 四月三日修正之條文實行日起 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 有關航空運輸事業之規定 不再適用 第一百二十三條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 四月三日修正之 第九十九條之九 至第九十九條之十九 及第一百十八條之一 至第一百十八條之三 至施行日起 由行政院定之外 此公布日施行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 没有文字修正 决議 民用航空法 增定第四十三條之三 第四十九條之一 第九章之二 章明 第九十九條之九 至第九十九條之十九 第一百十條之三 第一百十八條之一 至第一百十八條之三 即第一百二十一條之一 條文 並將第二條 第三十四條 第四十條 第四十條 第四十一條之一 第四十四條 第四十八條 第五十八條之一 第六十三條之一 第六十五條 第七十三條 第七十六條 第七十七條 第九十九條之八 第一百零一條 第一百十一條 第一百十二條 第一百十九條之二 第一百二十三條 第七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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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機關印證書與相關單位及地方政府研議相關規範 訂定符合釣客休閒使用 又不影響費安安全等相關規定之辦法 以為民眾休閒之權益 宣讀完畢 請問委員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決定 照案通過 繼續進行討論四項第八案 政治獻金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月內政委員會於一百零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即一百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召開全定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事 並邀請內政部部長葉俊榮說明 令請監察院等派員練習備詢 會議由政委員天才擔任主席 經說明及詢討後進行主條審查 將本案等病案審查文俊 拟拒審查報告提報約會討論 約會討論前不需經党團協商 並推請政召集委員天才 與約會討論時做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政委員天才補充說明 政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由黨團協商 建有親民黨黨團提出議議 議立法院執權行事法第68條第二項規定 本案做如下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討論事項第九案 保險法鎮定第16條之一 及第163條之一條文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財政委員會於106年12月25日 舉行全庭委員會議 由非交集委員洪泰擔任主席審查本案 會中主席提案委員 賴石堡通說明提案要指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議 故主任委員立行委員提案 並答副委員質詢外 亦邀請財政部及防務部 派員練習備詢 與後援於聽取委員說明提案要指 及主管警官首長回應委員提案 並進行尋檔後選機進行協商 經充分討論緣完成審查 本案不需交友黨團協商 約會討論本案時 由非交集委員洪泰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 非委員洪泰補充說明 非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友黨團協商 請問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我們就進一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保險法請宣讀增定第十六條之一 第十六條之一 未全年人或以民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得受監護宣告者之父母或監護人 以本法第138條之二第二項規定 違背保險人時 保險契約之藥保人 被保險人及收益人得於保險事故發生前 共同約定保險經與保險事故發生後 應匯入指定信託證戶 要保人並得放棄第111條保險利益制處分權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增定第163條之一 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 經主管機關許可得配合保險業電子生物發生 辦理相關業務 並得以電子系統執行業務 其資格條件業務範圍及其他應徵形式 相知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體議 繼續進行三讀 請問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十六條之一 未成年人或以民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得受監護宣告者之父母或監護人 以本法第138條之二第二項規定 違背保險人時 保險契約之要保人 被保險人及受益人得於保險事故發生前 共同約定保險經於保險事故發生後 應匯入指定新托帳戶 要保人並得放棄第111條保險利益之處分權 第163條之一 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 經主管機關許可 得配合保險業電子商務發展 辦理相關業務 並得以電子系統執行業務 其資格條件業務範圍及其他應尊行事 將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文字修正 沒有文字修正 決議保險法徵定第16條之一 及第163條之一條文修正通過 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十案 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二 及第178條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財政委員會於106年12月25日 舉行全天委員會議 由非交集委員洪泰 代任主席船長本案 會議中處行提案 委員賴石堡說明提案要制 進行監督管理委員會 故主任委員令熊回應委員提案 並答副委員質詢外 以邀請經濟部及防務部 判員練習奔詢 與會委員與聽取委員說明提案要制 及主管警官首長回應委員提案 並進行詢討後 選擇進行協商 請充分討論 原完成審查 本案不需交友黨團協商 任會討論本案時 由非交集委員洪泰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 會委員洪泰補充說明 會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友黨團協商 請問任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本案經一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證券交易法 請宣讀第14條之二 第14條之二 也依本法發行股票 這公司得依裝承規定 算是獨立董事 但主管警官應是公司規模 股東結構業務性質 及其他必要情況 要求其算是獨立董事 人數不得少於二人 且不得少於董事 其次五分之一 獨立董事應具備專業知識 其職或其兼職應與限制 且於執行業務範圍的 應保持獨立性 不能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 是利害關係 獨立董事 這專業資格 只顧與兼職限制 獨立性追認定 提名方式 公司不得妨礙拒絕或 規避獨立董事執行業務 獨立董事執行業務 任有必要事 得要求董事會指派相關人員 或自行聘其專家協助辦理 相關必要費用 由公司負擔之 有下列情勢之一者 不得充任獨立董事 請以充任者當人解任 一 有公司法定三十條 各款情勢之一 二 一 公司法定十七條規定 以政府法人或其代表人當選 三 為本一 第二 項 鎖定獨立董事之資格 獨立董事執行業務 傳上不信用公司法定 197條第一項後段及第三項規定 獨立董事應勿結任 致人數不足 第一項或章誠規定者 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均結任時 公司因此事實發生 至日期六十日內 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178條 第178條 有價列前世之一 整出新台幣24萬元 上240萬元消法官 以為本第22條之二 第一項第二項 第26條之一 第141條第144條 第145條第二項 第147條第152條 第165條之一 或第165條之二 準用第141條 第144條 第145條 第145條第二項 第147條 或第165條之一 準用第22條之二 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而違反第14條 第三項 第14條之一 第一項 第三項 第14條之二 第一項 第三項 第6項 第14條之三 第14條之四 第一項 第二項 第14條之五 第一項 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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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 第5項 第25項 第一項 第二項 第4項 第26條 第3項 第31条第一项 第36条第五项 第七项 第41条第43条之一 第1项第43条之四 第1项第43条之六 第五项是第七项 第58条第61条第69条 第1项第79条第159条 规定第165条之一 或第161条之二 全用第14条第3项 第31条第1项第36条第5项 第43条之四 第1项第61条 或维本第165条之一 纯有第14条之一 第1项 第3项 第14条之2 第1项 第5项 第14条之3 第14条之4 第1项 第2项 第14条之5 第1项 第2项 第25条 第1项 第2项 第4项 第26条之3 第1项 第7项 第36条 第7项 第41条 第43条之1 第1项 第43条之6 第5项 第7项规定 3 方行人公开收购人或其关心人 证券商或其委托人 证券商同业工会证券交易所 获得18条定项锁定知识页 对于主管警官命令提出 这项部表册文件或其他参考 或报告资料进行不提出 或对于主管警官依法所谓之检查 予以拒绝妨碍或规避 4 发行人公开收购人 证券商 证券商同业工会 证券交易所获得18条定项锁定知识页 或以本法或主管警官 基于本法所发布之命令规定之详步 表册存票 财务报告 或其他有关业务之文件 不依规定制作申报公告 备制或保存 5 违本主管警官 第25条之一锁定规则 有关针求人受力 受托代理人或单位处理 针求事务者之资格条件 委托书针求与取得之方式 召开股东会公司应专守知识项 即对于主管警官要求提供之资料 拒绝提供之规定 或第165条之一 准用第25条之一规定 6 违本主管警官 第26条第二项锁定 公开发行公司董事监察人 股权陈述 及查核实施规则 有关通知及查核之规定 其违本第26条之三第八项规定 为定定义式规论或违反 主管警官一同条项锁定判访 有关主要艺术内容作业程序 艺术录音在民事项及 广告之规定 或违本主管警官一第36条 这一锁定准则 有关取得或处分资产 从事衍生性双品交易 资金待遇为他人背书 或提供保证及揭露 财务预测资讯等中的 财务业务行为之适用范围 作业程序应公告 及申报之规定 或第169条之一 转用第26条之三第八项 第36条之一规定 法违反第28条之第二项 第4项之第7项 或主管警官一第3项锁定办法 有关买回股份之程序 价格数量方式转用方法 及应申报公告事项之规定 或第169条之一 转用第28条之第二项 至第7项规定 总委本第43条之第一项 第43条之三 第一项第43条之五 第一项或主管警官一第43条之一 第4项及第5项锁定办法 有关收购有价证券之范围条件期间 关系人及申报公告事项之规定 或第169条之一 第169条之二 转用第43条之一 第4项第43条之二 第一项第43条之三 第一项第43条之五 第一项规定 有前项第二款之第7款规定 请示之一 主管机关处以前项规定处罚还外 并令其限期办理 接其人物办理者 得继续限期令其办理 并按次各属新台币48万元 以上480万元项法还至办理为止 检举为反第25条之一 案件因而常获者用以奖励 其办法由主管机关定制 外国公司唯一方行人时 该因外国公司唯一本第一项 第三款或第四款规定 以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处罚 宣读完毕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 请愿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 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十四条之二 以本法发行股票制公司 得以章程规定设置独立董事 但主管机关应是公司规模 股东结构业务限制 及其他必要情况 要求其设置独立董事 人数不得少于二人 且不得少于董事 息子五分之一 独立董事应具备专业知识 其知故及坚持应与限制 且于执行业务范围内 应保持独立性 不得与公司有直接或间接之利害关系 独立董事之专业资格 持故与兼职限制 独立性之认定提名方式 及其他应遵行设想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制 公司不得妨碍拒绝或规避 独立董事执行业务 独立董事执行业务任有必要时 得要求董事会指派相关人员 或自行聘请专家协助办理 相关必要费用由公司负担之 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不得充任独立董事 请以充任者当能解认 一 有公司法第30条 各款情势之一 二 一 公司法第17条 规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表人当选 三 违反一第2项 锁定独立董事之资格 独立董事持股转让 不信用公司法第197条 第一项后段及第三项规定 独立董事因故结认 至人数不足第一项或章程规定者 应于最近一次股东会补选之 独立董事均结论时 公司因此事实发生 至日期六十日内 召开股东临时会补选之 第178条 有下列情势之一者数 新台幣24万元 以上240万元下发欢 以违反第22条 第1项第2项第26条之一 第141条第144条 第145条第2项第147条 第152条第165条之一 或第165条之二 转用第141条 第144条第145条第2项 第147条或第165条之一 转用第22条之二 第1项第2项规定 而维本第14条第3项 第14条之一 第1项第3项 第14条之二 第1项第3项第6项第14条之三 第14条之四 第1项第2项 第14条之五 第1项第22项 第21条之一 第5项第25条 第1项第2项第4项 第26条之三 第1项第7项 第143条之六 第1項第43條之四 第1項第43條之六 第5項之第7項第58條 第61條第69條 第1項第79條第159條 規定第165條之一 或第165條之二 轉用第14條第3項第31條 第1項第36條第5項 第43條之四 第1項第61條 或唯本第165條之一 轉用第14條之一 第1項第3項第14條之二 第1項第5項第14條之三 第14條之四 第1項第2項第14條之五 第1項第2項第25條 第1項第2項第4項 第26條之三 第1項第7項第36條 第7項第41條 第43條之一 第1項第43條之六 第5項之第7項規定 三的方行人 公開收購人 或其關心人 證券商或其委託人 證券商同業工會 證券交易所或第18條 第1項鎖定知識頁 對於主管警官命令 提出這項目表冊文件 或其他參考或報告資料 解釋不提出 或對於主管警官 依法所為之檢查 予以拒絕妨礙案或規避 四 發行人公開收購人 證券商證券商同業工會 證券交易所或第18條 第1項鎖定知識頁 或以本法或主管警官 既與本法所發布之命令 規定之帳簿表存票 財務報告或其他 有關業務之文件 或依規定製作 申報公告備之或保存 五 違本主管警官 第25條之一鎖定規則 有關專求人 受託代理人與單位處理 徵求事務者之資格條件 委託書徵求於取得方式 召開股東會議公司 應遵守知識項 及對於主管警官 要求提供之資料 拒絕提供之規定 或第165條之一 準用第25條之一規定 六 違反主管警官 一第26條第二項鎖定 公開發行公司 董事監察人 股數陳述 及查核實施規則 有關通知及傳統之規定 其違反第26條 第三第八項規定 未定定議事規範 或違反主管警官 因同條項鎖定辦法 有關主要議事內容 作業程序 議事錄音 在明事項及公告時規定 或違反主管警官 議第36條之一 鎖定準則 有關取得或處分支撐 從事演算性商品交易 資金待遇 為遡人背書 或提供保證及揭露 財務預測資訊等 重當財務業務行為之適用範圍 作業程序 因公告及宣報之規定 或第169條之一 準用第26條之三 第八項第36條之一規定 八 違反第28條之二 第二項 第四項之第七項 或主管警官 議第三項 所定辦法有關買回 股份之程序 價格數量方式 轉賬方法 及因宣報公告 事項之規定 或第169條之一 準用第28條之二 第二項之第七項規定 求違反第43條之二 第一項 第43條之三 第一項 第43條之五 第一項 或主管警官 議第43條之一 第四項 及第五項 所定辦法 有關收購有價 證券制範圍條件 期間 關係人及宣報公告 事項之規定 或第165條之一 第165條之二 準用第43條之一 第四項 第43條之二 第一項 第43條之三 第一項 第43條之五 第一項規定 有前項電管 至第七項規定 情勢之一 主管警官處一 前項規定 處罰還外 並應令其 限期辦理 皆其人不辦理者 得繼續限期 令其辦理 並按次各處 新台幣48萬元 允項 481萬元 相法還 至辦理為止 檢取違反 第25條之一 案件應有 曉獲者 應有獎勵 其辦法 由主管警官定制 外國公司 為發行人時 該外國公司 違反第一項 第三項 或第四款規定 以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處罰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 請務院會 有文字修正 沒有文字修正 決議 證券交易法 第十四條之二 及第178條 條文修正通過 繼續進行討論 論事項第十一案 法院組織法 增訂第114條 之二條文 及第73條 副表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於107年3月12日 召開確定委員會議 審查本案 由頓交集委員 宜康擔任主席 除邀請提案委員 說明提案要致 以邀請司法院秘書長 呂泰郎的 練習報告 並被質詢 本案與報告結局 哪會並一審略 道題討論進行出條審查 將全案審查完俊 原今決議 審查完俊 擬據審查報告提及 委會公爵 約會討論時 由頓交集委員 宜康說明 本案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 段委員宜康補充說明 段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由黨團協商 現有國民黨黨團 提出異議 議立法院執權行政法第68條 第二項規定 本案做如下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討論事項第十二案 法務部組織法 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月司法新法制委員會 於107年3月12日 召開選定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由段教請委員宜康 擔任主席 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制 以邀請法務部政務次長蔡壁重等 列席報告並備諮詢 本案於報告集群 哪會並筆略 到底討論進行主條審查將去審查完俊 原今決議 審查完俊領據審查報告提起 約會公決 約會討論時 由段教請委員宜康說明 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段委員宜康補充說明 段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 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伊底保院執行行司法第68條第二項規定 本案做如下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討論事項第十三案 地方民意代表費用知己及 村里長事務補助費 補助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月內政委員會於106年12月21日 召開全民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邀請內政部部長葉俊榮說明 令請行政院主席總處等 派員列席備詢 會議由召集委員政天才擔任主席 經說明及詢待後 進行逐條審查 將本案等病案審查 玩具擬拒審查報告提起 約會公爵 並由召集委員政天才 於院會討論 本案時做補充說明 院會討論本法案前 不須經黨團協商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 政委員天才補充說明 政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不須再交友黨團協商 請問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 本案經一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地方民意代表 費用知己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 補助條例 請宣讀第七條 第七條 村里長由鄉鎮市區公所 编列村里長事務補助費 每村里每月新台幣45,000元 前鄉事務補助費 系指文具費 油電費 水電費 及其他因公支出支費用 村里長因職務關係 因由鄉鎮市區公所 编列預算 遵應其保險費 並得 编列預算 遵應其健康檢查費 其標準均比 這地方民意代表 鄉鎮市區公所 编列前向保險費預算 應包含投保保險金額新台幣500萬元以上傷害保險之保險費金額 村里長屬有正當理由未能投保或未足額投保傷害保險位於當年度檢據追領保險費時其單據應包含投保保險金額新台幣500萬元以上傷害保險之保險費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八條維持現行條文 第九條維持現行條文 請宣讀第十條 第十條 本條例除中華民國98年7月8日公布之第七條第一項及第三項 自99年1月1日施行 107年4月3日修正之第七條第三項至第五項 自107年12月25日施行外 自公布日施行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體繼續進行三讀 請務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七條 村里長由商鎮市區公所編列村里長事務補助費 每村里每月新台幣45000元 其項事務補助費 細紙文具費 油電費 水電費 及其他應公支出支費用 村里長因職務關係 因由商鎮市區公所編列預算支應其保險費 並得編列預算支應其健康檢查費 其標準均比照地方名義代表 鄉鎮市區公所編列前項保險費預算 因包含投保保險金額 新台幣500萬元以上傷害保險制保險費金額 村里長除有正當理由未能投保 或未足額投保傷害保險外 於當年度檢據支領保險費時 其單據因包含投保保險金額 新台幣500萬元以上傷害保險制保險費 第十條本條例除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七月八日 公布之第七條第一項及第三項 自九十九年一月一日施行 一百零七年四月三日修正之第七條第三項 之第五項 自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外 自公布日施行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文字修正 沒有文字修正 決議 地方民意代表費用 知己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 補助條例 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修正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 由委員登記發言 沒有委員發言時間兩分鐘 請政委員天才 主席各位委員 有關村里長 大家都知道 他是政府最基層的工作人員 其服務項目 橫跨行政院各部會的工作 諸如村里長 各種陳情案的受理承報 地方建設 社區營造 衛生環境維護 治安邪情 災害防救 以及政令先導等等 但他的身份的歸類 在我們的相關的體制上 既非民意代表 既非民意代表也不是公務員 至其依現行的法律 僅能支領事務補助費 以及得支印健康檢查費 以及保險費 本席來提案 特別針對地方民意代表費用 及村里長事務費的補助條例 提出修正 希望能夠增加支領 春節慰問金 以及未民服務的費用 並且明定內政部 應該為村里長 辦理1200萬元的團體保險 但是因為在審查會的時候 內政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內政部因礙於相關的 預算的經費 僅同意將現行 得編列預算 支印健康檢查費 保險費的修正為因 得改為因編列預算 因此對於這樣的一個修正 事實上是對村里長來說 還是非常的有限 因為春節慰問金 以及未民服務的費用 特別有其他的需要性 希望未來 本席再提出的時候 能夠獲得大家的支持以上 我們就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十四案 替代議實施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月內政委員會於106年12月14日 及106年12月27日 召開全天委員會議 審查本案 邀請內政部部長葉俊榮 106年12月14日 內政部政務次轉花境取代說明 另請國防部等派員 練習備詢會議由賴委員 瑞隆擔任主席 輕鬆密集尋到後 進行逐條審查 將本案的病案審查 玩具擬據審查報告提報 約會討論 約會討論前 不許進黨團協商 並推請賴救急委員 瑞隆與院會討論時 做補充說明 宣讀外畢 請召集委員賴委員 瑞隆補補充說明 賴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 請問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 本案經一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替代議實施條例 請宣讀第四條 第四條 替代一支區 類別區分如相 一 一般替代一 一 警察一 二 消防一 三 社會一 四 環保一 五 醫療癒 六 教育服務一 七 農業服務一 八 原住民族波羅以 九 其他進行政院指定之一別 二 研發替代一 三 產業迅除替代一 替代一類別實施順遂及人數 由主管警官擬定 報請行政院核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五條 第五條 中華民國年子年滿十八歲之一日 一月一日起 除以第五條之一 規定申請服研發替代一 或產業迅除替代一位 經珍兵檢查為常備一體位者 得意志願申請服一般替代一 檢查為替代一體位者 服一般替代一 原住民依前項規定申請服一般替代一 或服一般替代一者 主管警官得意其意願優先服 原住民族顧落役 第一項申請服一般替代一難 具下列資格的優先證視 並依下列順序決定真事順序 因宗教家庭經營素 二 國家考試及格 合於檢查第一項 第一款類別專長證照 三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警官 合給合於檢查第一項 第一款類別專長證照 四 具備相關之學歷經歷及專業訓練 前項鎖定學歷經歷及專業訓練 由主管警官會上使用警官定制 因犯罪於法院審理中 或經判決有罪確定 主管警官得不予許可其 申請服一般替代一 或限制其所服一般替代一類 一別 但少年犯罪過事犯或受緩刑之宣告 或未經撤求者不在此間 申請服一般替代一致資格申請程序 期限條件錄取方式及其他安全性 就相當之便法由主管警官定制 第一項替代一體位 征服一般替代一致實施日期 由其成員遞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十七條維持現行條文 請宣讀增定第五十五條之四 第五十五條之四 用人單位違本情依定十八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 所定定制服期管理規定 致益能權益受損 處新台幣5萬元以上 50萬元效果還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 繼續進行三讀 請問委員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四條 替代一致類別區分種項 一 一半替代一 一 警察一 二 消防一 三 社會一 四 環保一 五 醫療一 六 教育服務一 七 農業服務一 八 原住民族部落一 九 其他經營行政院指定之一別 二 研發替代一 三 產業迅速替代一 替代一類別實施順序 及人數由主管警官拟定 報請行政院核定 第五條 中華民國年子年滿十八歲之一年 一月一日起 除以第五條之一規定 申請服研發替代一 或產業迅速替代一位 經針兵檢查為常備一體位者 得依志願申請服一般替代一 檢查為替代一體位者 服一般替代一 原住民依前項規定 申請服一般替代一 或服一般替代一者 主管警官得依其意願 優先服原住民族部落一 第一項申請服一般替代一難 具下列資格者得優先專事 並依下列順序決定真實順序 一 因宗教家庭因素 二 國家考試及格合於前條 第一項第一款類別專長證照 三 取得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警官合格合於前條 第一項第一款類別專長證照 四 具備相關之學歷經歷及專業訓練 前項所定學歷經歷及專業訓練 由主管警官會上需用警官定制 因犯罪於法院審理中 或經判決有罪確定 主管警官得不予許可其申請服一般替代一 或限制其所服一般替代一類一別 但上年犯罪過之分或受緩刑之宣告 而未經承銷者不在此限 申請服一般替代一致資格申請程序 期限條件錄取方式及其他一尊型事項之分法 由主管警官定制 第一項替代一體位 遵服一般替代一致實施日期 由行政院定制 第55條之四 用人單位違反 其一第18條之一 定項規定 所定定之服勤管理規定 致一難權益受損 除新台幣5萬元上50萬元相罰還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文字修正 沒有文字修正 決議 替代一致實施條例 增定第55條之四條文 並將第四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 由委員登記發言 請鄭天才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 有關替代役實施條例 之所以會原住民的立委會增加原住民族部落役 最主要是因為原住民族地區的部落受限於地理環境經濟產業發展的一個因素 原鄉部落就業機會不足以至於族人遺跡都會期者逐年增加造成原鄉部落能力的一個缺乏 因此有這樣的一個建議 並且規定原住民依前向規定申請服一般替代役的時候 主管機關得依其意願優先讓原住民服務原住民族的部落役 本案的通過將可協助部落文化的傳承以及產業的一個推動 更可以讓我們原住民的那個替代的義難 能夠學習原住民族的部落的文化以及社會的一個相關的這些部落的一些經濟的產業的一個認知 跟了解跟協助都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幫助 以上謝謝 謝謝 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五案 有機農業促進法草案 請先讀審查報告 本院經濟委員會於106年10月11日舉行全體委員會議選查本案 由趙景委員蘇智芬初智慧擔任主席 本院經濟委員會令於106年11月9日11月23日 及107年3月15日舉行全體委員會議繼續選查本案 由趙景委員蘇智芬及高智鵬分別擔任主席 會中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林聰賢等 練習提出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與會委員聽取報告後 將全案並按審查完全提報院會討論 不需交友黨團協商 並推請高趙景委員智鵬與院會討論時做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趙景委員高委員智鵬補充說明 高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友黨團協商 先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一例完畢成連行司法第68條第二項規定 本案做如下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討論事項第16案 財團法人援助民主文化事業基金會 107年度預算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內政委員會分別於106年12月28日 12月28日 執行全民委員會議宣查本案 分別由鄭趙景委員天才 賴趙景委員瑞龍擔任主席 宣查時邀請財團法人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董事長葉彥寧率同相關單位人員 列席說明並答覆原諮詢 本案宣查完聚提報約會公決 約會討論前不需親黨團協商 並推請賴趙景委員瑞龍 與院會討論時做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賴委員瑞龍補充說明 賴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進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黨團協商 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一一 一立法案執行刑法第68條第二項規定 本案做如下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討論事項第17案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107年度預算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內政委員會分別於106年12月6日 12月21日舉行全民委員會議宣查本案 由政召集委員天才擔任主席 宣查時邀請 曾對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副 董事長兼秘書長 柯成亨稅同相關單位人員練習說明 並答覆委員質詢 本案審查完全提報約會公爵 約會討論前不需進行黨團協商 並推請賺召集委員天才 約會討論時做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政委員天才補充說明 政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進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由黨團協商 現有國民黨團提出議議 一例百元資源行司法第68條第二項規定 本案做如下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討論事項第18案 財團法人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 107年度預算案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月內政委員會分別於106年12月6日 12月21日舉行全民委員會議選查本案 由政召集委員天才擔任主席 選查時邀請財團法人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議 董事長陸平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寫說明 並答覆委員質詢 本案審查文俊提報約會公爵 約會討論前不需進行黨團協商 並推請政召集委員天才 於討論時做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政委員天才補充說明 政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由黨團協商 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議議 議法案執權行使法第68條第二項規定 本案做如下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討論事項第19案 財團法人2284事件紀念基金會107年度預算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月內政委員會分別於106年11月20日12月18日 舉行選定委員會議選查本案 由政召集委員天才擔任主席 要審查時邀請內政部部長葉俊榮等 帖條第二項規定本案做如下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討論事項第20案 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107年度預算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月內政委員會分別於106年11月20日12月28日 舉行選定委員會議選查本案 由政召集委員天才擔任主席 選查時邀請內政部部長葉俊榮等 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寫說明 並答覆委員質詢 本案選查王俊提報約會公爵 約會討論前部徐進行黨團協商 並推請政召集委員天才 於討論時做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政委員天才補充說明 政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進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黨團協商 先有國民黨黨團提出 依立法院執權新司法第68條第二項規定 本案做如下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討論事項第21案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107年度預算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案內政委員會分別於106年11月20日 12月18日舉行全定委員會議 審查本案 由政召集委員天才擔任主席 審查師邀請內政部部長葉俊榮等 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 並打覆委員質詢 本案審查王俊提報約會公爵 約會討論前部徐進行黨團協商 並推請政召集委員天才 於討論時做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政委員天才補充說明 政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進審查會決議 不須再叫黨團協商 現代國民黨黨團提出議議 議立法案執行刑法第68條第二項規定 本案做如下決議 叫黨團進行協商 討論事項第22案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107年度預算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月內政委員會分別於106年11月20日 12月18日舉行全定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由政召集委員天才擔任主席 審查師邀請內政部部長葉俊榮等 率同相關單位人員 練習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本案審查完聚提報約會公決 約會討論前部續經典黨團協商 並推請正召集委員天才 與討論事項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政委員天才補充說明 政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今天審查會決議 不須再教党團協商 欠了國民黨黨團提出議議 議立法案執言行使法第68條 第二項規定 本案做如下決議 教党團進行協商 討論事項第23案 財困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 107年度預算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內政委員會分別於106年11月20日12月18日舉行 全體委員會議宣查本案 由正召集委員天才擔任主席 宣查時邀請新政院 內政部部長葉俊榮等 率同相關單位人員練習說明 並打發委員質詢 本案審查完聚提報約會公決 約會討論前不許經党團協商 並推請正召集委員天才 與討論事項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政委員天才補充說明 政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黨團協商 進入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一例外院政權行事法第68條第二項規定 本案做如下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討論事項第24案 財產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台灣民主基金會 及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107年度預算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月外交界國防委員會 於106年12月14日舉行 全民委員會議宣查本案 由蔡召集委員適應擔任主席 外交部部長李大維等 應要列席說明 備詢 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 尋答後 宣解進行實質審查 及準密討論 經在場委員充分共同語 將換意見後達成公式 將本案審查完聚 審查 經過停報約會 約會進行惡讀前 不需教導黨團協商 約會討論時 由蔡召集委員適應出行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蔡委員適應補充說明 蔡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進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教導黨團協商 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議議 議立法院正義行使法 第68條第二項規定 本案做如下決議 教黨團進行協商 討論事項第25萬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107年度預算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教育請文化委員會 於106年11月29日 召開全民委員會議 有請文化部部省正立軍稅 相關人員列席說明 並答覆委員諮詢 106年12月25日 正門開全民委員會議 是進行實質審查 任次會議 均由陳召集委員學生 擔任主席 本案審查王俊 提醒約會公爵 本案不需教導黨團協商 約會討論時 推請陳召集委員學生 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 陳委員學生補充說明 陳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進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教導黨團協商 現有國民黨團提出 議題法院政權行司法第68條 第二項規定 本案作如下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討論事項 第26案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07年度預算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教育警方法委員會議 106年11月30日 召開學廷委員會議 邀請科技部部長 陳良基 率相關人員 列席說明 並把副委員質詢 106年12月27日 召開學廷委員會議 進行實質審查 二次會議均由 陳召集委員學生 擔任主席 本案審查王俊 提醒約會公爵 本案不需教導黨團協商 約會討論時 推請陳召集委員學生 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 陳委員學生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不須再教導黨團協商 進入國民黨黨團提議 提出議議 議立法院政權行使法 第68條第二項規定 本案做如下決議 教黨團進行協商 報告院會 本次會議議程鎖獵討論事項 均已處理完畢 上午會議進行到此為止 經各黨團同意 本次會議於下午1時50分 處理臨時提案 現在休息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1分鐘 每位委員發言 第一位請林德福委員 大委主席特務院長 本院委員林德福等11人 臨時提案 有建於106年12月27日 軍黃部本部連於營區內 執行車輛動力測試訓練時 一輛漢馬車在營區內 不慎撞邊波 那車輛歡呼 車上27歲上位護連長重傷不治 21歲的駕駛受傷 漢馬車意外事件頻傳 從2003年到2017年以來 漢馬車意外至少有8起事故 官兵折損共4人死亡 25人受傷 為儘速釐清車禍事故本席 要求國防部應檢討漢馬車及相關 軍用車輛加裝行車記錄器 以維護國軍執行安全 及保障人民的權利 讓軍艦得以了解意外 事故發生的原因 事我有當進行 本院委員林德福等十一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委員處請問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接著請鄭保欽委員 鄭委員不在本案暫不予處理 接著請蔣乃欽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本院委員蔣乃欽 徐真衛等十六人 有鑒於近年來 國內兒童少年 受到凌裂悲慘的事件層出不窮 這些凌裂事件 對兒童身心發展 會產生嚴重不良影響 根據衛福部的統計 去年前三季兒少保護通報案 就共四萬四千兩百件 平均每八點八分鐘 就有一名臨時受孽 也有多達一百一十八人 在福島期間死亡 為維護兒童及少年的健康成長 與生命安全 本席要求行政院徹底檢討現行 兒少防治凌裂的保護機制 提出有效對策 修法加重凌裂兒童的罰則 從制度保護與法律嚴禁雙拐旗下 是否有當盡情公決 文憶委員江南也欣等十六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原署 請務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通過 接著請羅明財委員 羅明財委員不在 本案暫不予處理 接下來請李立芬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 本會委員李立芬 李孫林及蘇巧惠等十九人 鑑於我國社會經濟結構變遷快速 雙新家庭日益增加 既需家外照顧支援支持 國家發展委員會 於一百零五年 核定完善生養環境方案 其整合政府企業及社區等三方力量 共同推動育林家庭之友善支持措施 用行政院近期擬修正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其已建立二至六歲企業托育服務模式 違案相關部會統計 可知我國零至三歲 因幼兒家外照顧之需求 遠高於三歲以上幼兒 原此為緩解家長就業及照顧困境 盡請行政院考量社會現實狀況 推動企業托育政策 收拖年齡因為零至六歲 以滿足國人送托需求 是否有蕩盡請公爵 文言委員李立芬等十九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援處 請問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接著請李昆哲委員 李委員不在 本案占不予處理 接下來請賴世保委員 謝謝主席 主席各位先進 文言賴世保等十一人臨時提案 根據研究指出 假若餐飲業及小型的零售店 增加百分之一的信用卡消費支持 可以提高營業稅收最多達1.56% 同時為刺激行動支付使用率 財政部已近期針對小規模營業人 提出相關的租稅優惠措施 因此為提高行動支付 非貨幣的支付比例 原提案要求行政院及相關單位 應該在半年內盡速評估相關的電子支付 減稅政策 例如商家端減免營業所得稅 消費者端減免綜合所得稅 之可行性 以為施政有效延續 是否有當進行工作 本院委員賴士寶等十億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委員處請問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接著請吳智陽委員 吳委員不在本案佔不予處理 接著請鄭保卿委員 主席各位先進同仁 同仁有關於我國人 高齡化跟少子化的情況非常嚴重 對國家的產業發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響 政府應該嚴厲的生意計畫 台灣市政府提出了333政策 就是出生給3萬 3歲以後給3歲以下 每個月補助3000塊 造成了人口大幅的成長 人數從17,360人增加到23,356人 增加率成長率達到34.53 所以有相當之成效 建請行政院嚴厲由中央統一 嚴厲相關政策 有助於行政院在119人總生意率 可以提高1.4人之目標 也減輕了國安危機 舒緩生意率下降之現況 是有有當提請公傑 資訊 文件委員鄭寶欽等17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嚴處 請問委員會 有異議 沒有異議 通過 報告委員會臨時提案軍理處理完畢 現在上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